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小大大小的顺序 将这四个透镜排列在一条线上 按照斯乃尔定律 圣核材质都有它特定的折射率 当光从第一个小透镜上穿过 就会折射到第二个大透镜上 而大透镜和大透镜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当光在到达第四个小透镜上时 我们就会发现 在小透镜和大透镜之间的物体消失了 但是其实物体还是存在的 只是因为光线在大小透镜之间产生了折射 而人眼对光线的相位和略微言时并不敏感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中间的物体了 这也正是隐身一的基本原理 那么如果隐身一真的来了 你想穿着它做什么呢 看完这个视频 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剧串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